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实版 张之万上奏朝廷 说张文祥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愿刺杀了马欣怡 司马没有幕后阴谋 朝廷推翻了张之万的二审结论 派新的钦差大使 刑部尚书郑东景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三审张文祥 然而究竟是什么让身经百战的郑敦景 难道危机四伏 又是什么让慈禧深感无可奈何 历时七个月轰动一时的刺马案 又将以怎样的结局落下为幕呢 青年学者张成将为你讲述刺马案第六集 结局看不到真相 两江总督马欣怡在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被刺客张文祥刺杀身亡 举国侧幕朝野震惊 因为马欣怡很可能秘密背负了慈禧太后 受予的打压和瓦解乡军的任务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 都觉得张文祥有幕后指使 最初负责审理此案的江宁将军 带离两江总督奎玉审理了一个月 可是没能从张文祥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慈禧大恨 只派曹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 会同奎玉二审张文祥 或许是害怕得罪张文祥背后的势力 生性胆小怕事的张之万对案子的审理也显得捏手捏脚 在朝廷的反复催促下 才抛出了一个审理结论 说张文祥纯粹是因为个人恩怨刺杀了马金尼 四马案没有幕后阴谋 张之万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还说 张文祥再三致讯 持口不宜其共 无另有主使个情 尚属可信 一桩全国瞩目的大案子 审理了四五个月 竟然只有一个尚属可信的结论 这个结论一出笼 便遭到了朝野内外一致的怀疑和批评 而与此同时 关于刺马案的各种传闻开始在民间蔓延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 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其中就包括乡军的领袖曾国藩 因为在民间的各种传闻中对乡军的质疑声最大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朝廷却任命曾国藩为新的两江祖宫赴南京参与神里祠 就在所有人都在观望着南京的时候 曾国藩为了避嫌却采取了拖延的对策 一方面他迟迟不到南京不任 到南京后他又对案情从不过问 他在等待新的钦差大臣郑敦景 来和自己一起处理刺马案的懒贪 那么郑敦景是什么人 他又能否触摸到刺马案 真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赤马案爆发后 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拖延了三个多月 才赶到南京赴任 到了南京后 曾国藩又拖了两个多月 一直在等钦差大臣 刑部上书郑敦景的到来 他对刺马案的审理表现得非常消极 那么郑敦景是何许人言 他能打破刺马案的僵局吗 郑敦景1803年出生 道光15年进士 因为成绩优异 录选树集市 但之后仕途却不太顺利 散管后 郑敦景没能成功留在汉林院 而是担任了刑部主事 一步步升迁到郎中 在外放地方 此后郑敦景一直在地方上调来调去 多次担任部阵时 取得了不少政绩 但就是升迁不上去 一直到同志改元 慈禧太后掌权后 郑敦景才迎来了春天 从地方上调到北京 升为侍郎上书 慈禧太后让郑敦景当钦差大臣 主观上是对她印象很好 客观上是郑敦景具备了赤马案 钦差大臣的两大有力条件 第一是郑敦景担任刑部上书 办过不少大案 难案 有铁面无私的美誉 第二是郑敦景是湖南长沙人 和曾国藩和湘军的许多人是同乡 让郑敦景去湘军势力范围内办案 相对而言阻力要小得多 1871年1月 郑敦景赶赴江宁 当时是寒冬腊月 郑敦景又刚刚办完其他案子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接手赤马案 可见赤马案对郑敦景的吸引力有多大 也可见郑敦景是多么的不了解赤马案 他还从刑部抽调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办案官员 一个是满族人伊勒通阿 一个是汉族人严世章 这两个人都是刑部现任的郎中 也就是司局级的负责人 跟着郑敦景啃过硬骨头 郑敦景一行人 日夜兼程 1871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冬 华东地区下了鹅毛大雪 大雪丰路 郑敦景坐着轿子走不动了 已经68岁高龄的他 竟然舍弃轿子 带着隋缘冒雪徒步行进 郑敦景抵达南京是2月18日 这一天是大年除夕 他根本没有休息 更没有接受南京方面的应酬 而是迅速建立了钦差行员 阅读案卷 召集地方官员定日子审案 从正月初二开始 郑敦景就拉上曾国藩 开始重审赐马案 审案的队伍非常庞大 主审官是钦差大臣 刑部尚书郑敦景 和两江总督曾国藩 参加会审的人员 有钦差大臣的隋缘 刑部郎东 伊勒通阿和严世章 曾国藩委派的两位 江苏道他 可能是为了安抚舆论 会审官员当中 还有马兴仪的两位亲信 孙一言和袁宝庆 张文祥被带上来以后 还是白白胖胖的样子 依然没有遭到考党 还是审案官员问一句 张文祥答一句 整个过程是和平的 我们看不到第一手的笔录 所以不知道当时问了什么问题 张文祥是怎么回答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 张文祥是一位矫长 毫无确购 也就是说他老是在那里 变化说法 胡说八道 那么张文祥到底 胡说了些什么呢 社会上传闻啊 张文祥交代 自己曾在乡军报超部队当兵 报超是乡军的精锐 被称为平军 攻克南京后 曾国藩开始裁撤乡军 当时平军正在江西 追奸太平军的残余 听说要裁军 又领不到军饷 就在今夕华变 曾国藩得知 平军华变后 派人迅速送去军饷 又派人让在外地办事的报超 迅速赶回部队 稳住了华变的官兵 接着曾国藩秘密倾斜了 华变官兵血腥屠杀 用最短的时间 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个事情啊 知道的人不多 也没有给正敌留下攻击的口舌 在华变事件后 据说张文祥是逃到了浙江天幕山 加入了天地会继续抗侵 马兴怡担任浙江巡抚后 残酷镇压天地会 张文祥杀马兴怡是为天地会的会友报仇 那么张文祥到底是不是秦军的士兵 他是怎么知道秦军华变的秘密的呢 我们又不得而知 即使他不是秦军的士兵 他能知道这事 而且在钦差大臣面前说出来 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这说明背后有人在给他提供情报 给他出谋划策 张文祥和背后的人很清楚 说什么样的话能吸引人 在吸引人的同时又让人如坐针毡 他的供述是根本不可能被记载下来的 审案官员只能说他在狡猾多变 就这样连审了十四天 郑敦景终于意识到 自己接了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这个案子的水到底有多声 张文祥竟然知道一些他不可能知道的乡君魅目 那么他是否真的是受乡君指使 此时的郑敦景有一种孤身闯入虎穴之感 当年马兴怡秘密背负太后使命 赴南京调查天国圣库的去向 而如今自己受太后钦点 赴南京追查赐马真凶 那么自己此时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与当年的马心里一样危机四伏呢 郑敦景越想越久的可怕 案件审理再一次陷入困境 那么同为主审官的曾国藩 此时心里又会有着什么样的盘算呢 青年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赐马案第六集结局看不到真相 这是位列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案件 两江总督马新仪于光天化日被张问祥刺杀身亡 慈禧太后数次下旨彻查 三批审官员轮番上阵却始终真相难求 民间传闻四起 曾国藩的湘军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么张问祥行刺是否受湘军指使 案件深处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青年学者张成为您揭秘历史内幕 还原一个真实的赐马案 在这十四天里曾国藩都和郑敦景坐在一起 作为主审官坐在堂上 他几乎没有说话 一直默默地听着 郑敦景的表情是从跃跃欲试到眉头紧锁 从兴奋到疑惑再到焦虑 曾国藩的表情一直没有变过 那就是淡定 看着郑敦景省了十四天后 曾国藩淡淡地对郑敦景说 郑大人将来只好仿造 奎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景当时正在为如何交差发愁 赐马案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 受到的束缚和约束也太多 郑敦景毕竟是官场中人 任凭他再怎么铁灭无私 断案如神 他也不能追究真相 这不是正常的案件 而是政治事件 郑敦景明白 政治事件的处理太难了 就在他为难的时候 曾国藩给郑敦景指出了一条解决的思路 赵班张之万魁玉的结论 郑敦景这才明白 坐在自己旁边的这个同乡 老奸巨花 在审案之前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就已经草拟好了结论 可是他郑敦景除了这个方法 又有其他更好的照顾到各方面的方法 没有 郑敦景只能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同志十年正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公元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九日 郑敦景曾国藩联合上奏 说经过认真审理 司马案的情形与之前的审讯情况相同 并没有重大出路 犯人的供述和之前相同 而且经过二十多天的审讯 犯人屡次绝食 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就要死了 如果让犯人就这么死了 就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所以应该迅速拟结此案 郑敦景曾国藩的处理意见是 请人照原理罪名及案内人犯案例分别定义 他们的奏折有两个亮点 第一 特别强调张文祥听受海盗指使 并携私院行刺 实无另有祖史及知情同谋之人 第二 对张文祥的量刑更加残酷 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你 你以临迟处死外 又增加了一条 摘心致计 也就是把张文祥的心挖出来 祭祀马兴仪 郑敦景曾国藩的结论 比张之万魁玉的结论 主要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内容更加详细而已 审案结果需要所有参加审案的官员 签字画押 但是孙一言 袁宝庆两人在签字画押的时候 拒绝签字 曾国藩就在奏折中 根本不提孙一言 袁宝庆参加会审的事情 这就直接把这两个人给抹掉了 曾国藩在自己和郑敦景的奏折 送上去的同时 把贡状抄录 分别送军机处刑部存案 这一首很厉害 先把案子存当 造成既定事实 同时 郑敦景曾国藩在奏折中 还给军机处加了一个加片 清朝的时候 官吏在上行公文的时候 遇到不方便写入公文的内容 或者另有其他事情需要陈述 写在纸片上 加在奏折或者首本的第一页里 叫做加片 曾国藩和郑敦景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奏折会遭到质疑 所以他们提前以加片的形式 给军机处打招呼 主要是以两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担保奏折中的结论 此外 曾国藩自己单独附了一个加片 说明此案 实无阻止别情 意思是说 此案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牵连 不要再声势了 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 是公亲王一新 一新是曾国藩在朝廷中的政治同盟 他一向支持曾国藩办事 同时一新认为 马兴仪的案子反复纠缠了大半年 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再纠缠下去 必定会影响到政治大局 如今曾国藩等人提供了一个 还算说了过去的结论 一新也就顺水推舟 认可了这个结论 那么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如何呢 马兴仪是慈禧太后派到南京去 打击乡军势力 如果说他派遣马兴仪出去的时候 还担心乡军会造反的话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 慈禧已经相信乡军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镇压太平天国后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高层 和曾国藩的交往多了起来 大家见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曾国藩的为人也渐渐被大家所了解 曾国藩本质上是一个 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忠诚干将 而不是野心勃勃的枭雄 朝廷猜忌他 他就主动裁军 朝廷调他去直立 他就离开江南 慈禧让他到处救火 他就四处去给慈禧当消防队员 而不管这些火 对他的声望会有没有好的影响 因为曾国藩的妥协退让和克制表现 乡军系统和慈禧等人的关系大大改善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以后 慈禧也赞同公亲王一新的意见 赤马岸再拖下去会影响到政治大局 需要早早做个了结 况且连曾国藩和郑敦景出马 都只能查到这个地步 再派其他人过去 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不管慈禧对这样的审理结论有多么的不满 但此时的他也只能采取妥协 慈禧或许也相信 马兴怡之死与他裁撤湘军 以及秘密调查天国圣库有关 但是湘军虽然名号不在 势力依然根深蒂固 即使明确赐马一案与湘军有关 自己也未必有决心撕破脸面 同湘军彻底决裂 毕竟对于朝廷来说 马兴怡一人的性命与大清江山相比 微不此方 于是3月26日 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 朝廷终于发出了预旨 正式肯定郑敦景的奇案报告 这份漏洞百出的奏折 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验 4月4日曾国藩奉旨兼斩 将张文祥临迟处死 摘心致祭马心明 轰动一时的刺马案 以张文祥一人之死 落下了帷幕 那么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们 是否就可以随着案件的了结 如是众突难 青年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刺马案》第六集 结局 看不到真相 这个结论并不能让所有人幸福 大家依然议论纷纷 郑敦景铁面无私的名声 也因为这个案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他在奏折送上去后 就匆匆离开了南京 郑国藩奎宇等人 邀请他游览赴宴 郑敦景一概辞谢 只是催促地方官员半差故传 着急要回京复命 他都没有等朝廷认可自己的结论 更没有等张文祥扶法就离开了南京 郑国藩送他陈仪 郑敦景是分文不收 两个随行的郎东 每人收了五百两银子 钦差大臣离开了当天 郑国藩照例带领江苏各级地方官 到长江边给他送行 一般情况下 主客双方都要说些客气话 寒暄几句 但是郑敦景铁着脸 一句话也不说 搭理都不搭理郑国藩 跳上船 扬帆而去 郑国藩表现得很淡定 默默地目送郑敦景离开 郑敦景非常生气 赤马岸曾国藩拉自己下水 毁坏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好名声 他更恨自己 恨自己没有胆量 没有魄力 把赤马岸一查到底 最后糊涂了结 一路上郑敦景越想越生气 走到青江浦就停了下来 不愿意再走了 他声称自己有病 不能回京 打发随行的两个刑部郎中 替自己回京复命 钦差大臣不回京复命是重罪 曾国藩觉得郑敦景这么闹下去 对郑敦景不好 对自己和乡君也不好 本来大家就质疑赤马岸的结论 郑敦景这么一闹 大家更有话说了 得尽快把郑敦景给安抚下去 曾国藩就借口巡视地方 跑到青江浦 做郑敦景的思想工作 郑敦景最后干脆以健康原因 请求辞职 从此终身不再为官 同时 曾国藩说动公亲王 暗中出力 把郑敦景的事情在北京掩盖了过去 郑敦景悄悄退出了政治舞台 他带到南京的两个助手可就惨了 刑部郎中严世章 依了通阿参与了赤马岸的省力 清楚事情的里里外外 郑敦景辞职后 他们两个人就成了个别人需要处理的对象 当年六月 严世章外放直立和奸之府 不久 兴幽回家赴贤 依了通阿在当年八月被勒令退休 他们两位的遭遇 也让很多人对赤马岸的结论深表怀疑 马兴仪的身后事特别的隆重 同志皇帝亲赐纪文 碑文 追正太子太保 誓端明 路贤良辞 以总督郑王立 亦序 给予他的四子 马玉征 齐都尉兼云齐尉的士席职位 朝廷下令在南京 安庆 杭州 何德等地 给马兴仪建立专辞 戏剧性的事 张文祥死后 也有乡军官兵给他立碑 给他祭祀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1872年的春天 曾国藩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 他的身后事 比马兴仪更加隆重 朝廷文训后 措朝三日 追正太父 誓文正 路贤良辞 曾国藩的一等义勇侯的世席爵位 由儿子曾继哲继承 从各方面来说 曾国藩的身后事 都比马兴仪高了一个档次 在当时政坛上的影响 对历史的影响 曾国藩也比马兴仪重要得多 马兴仪死后 人们迅速遗忘了他 曾国藩则逐步被追同为 天下第一完人 司马案 相关人等的结局都说完了 这个案子 因为脱而不绝 案情扑朔迷离 传闻四起 社会舆论热烈关注 被称为 清末四大棋案之首 与其说他是一起刺杀案 不如说他是一起政治事件 既然是政治事件 就不能像一般的案件那样去理解 政治事件要按照政治规律去解决 而清朝的政治 习惯于黑箱操作 不公开 不透明 这就难怪 黑箱外面的官吏 百姓演绎出 种种故事 把刺马案作为一个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的 全民大游戏了 也许 刺马案真的就是张文祥 纯粹因为个人原因 做出来的极端行为 也许 马信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官 并没有什么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也许真相真的就很简单 但是 这一切都因为遇到了政治两个字 遇到了黑箱操作 都无法考证 黑幕会被阳光驱散 谣言会被透明杀死 但是 清朝政治不敢暴露在阳光之下 相关的官员也不敢公开透明的审案办事 作为当事人的马信仪 张文祥 曾国藩 郑敦景 他们的真实经历 内心想法 都被黑暗所吞噬 他们都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留给后人 无定的猜测和感慨 刺马案也折射出了晚清 权力格局变化的大趋势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清朝地方开始掌握实权 力量上升 中央集权削落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制衡和斗争开始出现 刺马案反映了朝廷和地方的猜疑 斗争和最后的妥协 这种上下关系之后还引发了诸多事件 比如洋务运动 东南互保等等 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刺马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新咸丰二年 浙江银县百姓在纳税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向官府提出了平均粮税的要求 此举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数万百姓冲击县衙 下跑支县 烧毁了衙门 一个合金合理的诉求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明天青年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那人不均起昏波